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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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回來實質系列 上兩集跟大家介紹完如景灣酒店的房和餐飲 今次就為大家解答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究竟有甚麼玩? 如果跟小朋友來 最重要當然是讓他們放電 所以酒店的設施特別重要 首先我們就來看下入必必的游泳池 游泳池位於二樓 是室外的 需要經過一條很長很長的走廊 經過花花草草 才會見到真正的入口 你見到雖然有部份的汽水池是關閉了 但開游水的範圍仍然很大 亦有太陽燈可以給你曬黑太陽 當然也要看看大家的運氣 畢竟不是個個都知道 明天一定會好天 游泳池一共分六個開放時段 各個時段之間就是清潔時間 加上有人數限制 所以其實都非常爆滿 特別夏天一定更爆 大家一定很緊張 究竟怎樣才可以確保有位? 我們去的時候就是先到先得 所以就是要排隊 但後來聽聞就改了做拿手 所以大家入住的時候 記得問清楚做足準備 萬一游泳池沒有位 小朋友爆電 那怎麼辦? 不用怕 同一層有個兒童遊樂室 開放時間是由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 中間就有兩小時的清潔時間 地方都頗大 而且設備都不少 遊戲機、冰燈波、籃球 基本上就是各種可以給小朋友 進行消耗體能的活動 當然人也有很多 我們在開放時間後才來 才有機會看到空母一營的景況 小朋友玩得盡興 大人同樣需要放鬆 小不免會想去健身室 運動運動 入頭去的時候 人不算多 不過當然也不夠入夜之後人少了 所以才可以按張陽拍給大家看 運動器材楊小偏就不懂了 不過感覺上款式都頗多 器材之間的距離也充足 還有毛巾和水不提供 唯一要取捨的地方 就是健身室的景色是不錯的 看著一大片的海景 不過晚上就黑漆漆一片 什麼都看不到 那就看看大家想人少些 還是看到美景 如果以上的活動仍然未能夠滿足你的話 附近還有一個大白灣沙灘 即是我們在房裡見到的那個 水清沙漠這些我們就不說了 大家自己來感受 那你可以見到 酒店就在眼前 非常方便 很適合小朋友 天氣好的時候 大人可以打卡 適合大人 一次過滿足大家的需求 大家可能會很怕 漁景灣那麼偏僻 萬一想逛街出去吃頓飯 那就很麻煩 大家可以放心 酒店旁邊就是漁景廣場 餐廳、超市、商店 什麼都有 食物價格也是合理範圍之內 就算你的套票沒有包到餐飲 也不用太擔心 附近總有一間適合你的餐廳 環境真是很舒服 好像去了外國一樣 令人打卡人大氣 就算只是隨便下一個下午 隨便表面都可以拍到幾百張照片 特別是三角形的海濱白教堂 簡直就是打卡熱點 可惜這天的天色比較陰沉 沒辦法重溫石緣的海島風情 今天要介紹少了到這裏 不過暑假Staycation的編還未完 下星期再為大家介紹超食平價酒店 千萬別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